科技业年度盛世全球最大的电子消费大展CES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登场了 台湾品牌华硕、鸿基都抢先在开展前 推出新产品来抢供市场 华硕董事长施崇棠更亲自出马 介绍全球第一款四合一双系统变形笔电 7寸的平板翻过来是一只4寸的手机 这是华硕在电子消费大展前 抢先推出最新的Payphone Mini 华硕董事长施崇棠更亲自出马示范 华硕推出另一个全新系列智慧型手机ZenFone 有4寸、5寸和6寸 价格从99到199美元 华硕也推出全球第一款四合一双系统变形笔电 红基也将发表全新的智慧型手机Liquid Z5 今年9寸Android平板电脑 以及两款触控一体重新电脑 三星则可能在今年CES上推出新款平板电脑 日本品牌索尼也将在展览中推出传言以者 Xperia Z1 Mini和Xperia Z2 今年的CES将从1月7号转到10号 不开放一般民众入场 预计现场将有来自150个国家超过3200家厂双餐展 展出超过2万件新品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